从《沿袭攻略》《浩兰传》到刚刚开机的《幸福还会来敲门》 聂远和吴景岩新组的《幸福》CP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8月19日现实主义题材剧《幸福还会来敲门》在苏州盛大开机 《燕破》导演协主演聂远、吴景岩、钱永成、冯恩赫、李成元等 也是齐齐献身为我们提前揭秘这一场关于爱与奋斗的浪漫故事 前两部都是古装 这一次聂远和吴景岩则首次合作了一把现代题材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穿越的感觉呢 我昨天第一天我来订装的时候 他已经不像皇上了我感觉 他就已经是黄自立的这个人的感觉了 因为可能前跟景岩我们合作了两部戏 那想第三次合作 希望我们各自都可以带给对方一些角色上的惊喜 也希望带给观众一些故事和人味的一些新鲜感 我觉得要抛弃之前的一些概念 我们尽量去做到以角色的形象 两个人的互相吸引 两个人的内容 给大家可能新鲜的一个故事一个人味 有了合作过的基础 加上剧情很新鲜 角色也很新鲜 在这两位身上似乎弥漫着别样的默契 虽然我们平时很熟也演了两部戏 但是这部戏的这两个角色 是跟我们之前塑造的人物 或是是发展的剧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完全可以脱离开来 但是又熟悉又新鲜这种感觉 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默契 但是对远哥还是跟 就是像初次合作演员是不一样的 是有种自带的那种感情在 感情 就是我们省去了很多那种客气和那种 需要熟悉啊或怎么样的过程没有 因为我们就像妹妹一样 那我们可能在交流起来 在合作起来可能更加熟悉 更加了解 可能更加不顾及表面的 礼节性的所谓的那种面子 我觉得我们都要去 直接进入状态 我们可以互相提醒对方去沟通好 怎么演怎么表达最好 可能不对 那我们就赶紧调整 好的我们继续发扬 这对幸福CP还真期待你们的全新演绎呢 就像远哥说的 这幸福啊要感觉溢出来 不知道戏里会不会撒糖升级 你们曾经的摸脸纱什么的 还会不会重现音频呢 其实幸福我觉得这种到时候不是说出来的 幸福的感觉是溢出来的 是让你能从眼神 从肢体 从我们的所有的人别人的身上 去感觉到这个两个人的幸福 其实全剧到最后也会弥漫这种那种幸福感 我现在看着你挺幸福 幸福幸福 所以是表示在剧中会有很多下场的环节 就是有各种这种甜蜜的这种 我看着你真不一定不剧透吗 哈哈哈哈 说不定是反的哦 对也不知道我们俩会不会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嗯 就是会有这种捏脸纱 或者红纱这种 我会捏他捏你的脸吧 哈哈 呃 其实 就人物关系不一样 人物关系不一样 可能表达的方式啊 可能包括肢体啊 都会不一样 不知道 不一定 不一定 看情绪 就前面捏脸纱也是随即也是很现场的东西 其实那个所谓的捏脸纱 我觉得还是人物关系允许的情况 剧情 才会这样 嗯 现场探班时我们了解到吴景妍在剧中扮演的是 一心想当刑警的女警察方言 小辣椒的人设心银有据 而咱们远隔扮演的黄自立则是一名医生 可惜命运多串 好在从头再来的奋斗让她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也因为人物命运的关系在谈判时 聂远还特地戴上了假发 正能量大剧让我们拭目以待 苏州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